嗨 大家好 我是王如Elaine 今天呢 是懶得煮系列的第二集 大家知道我平常都會自己煮 可是有時候你不見得每天都想要自己煮 還是有想偷懶的時候 那今天這間餐廳呢 我覺得很特別是 它雖然是標榜健康飲食 但是它的食物並不會讓你覺得 很一般刻板印象的那種都是水煮啊 或是調味很清淡 那我們就一起進來看看囉 今天呢 我們就來到了 剛剛介紹的餐廳就是鐵人火房 好 那在我旁邊這一位呢 是鐵人火房的主廚Kenn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nny 我覺得是一間裡面很酷的餐廳 那Kenny可以簡單講一下你的餐廳的健康比例子 我們餐廳的話本身呢 最主要我們是做三鐵比賽的 對 所以老闆他希望就是可以提供一間餐廳是 以健康為主題的意思 對 那所以說我們在餐點的設計上面會有很多的 就是最近這幾年很流行的超級食材 超級食材是什麼 它就是 它就是某一樣營養素它是 嚼嚼整的食材 對 所以說就是我們不會像就是 大概大家想像中的健康餐可能就是 always都是孫主 對 或是always都是 可能就是兩名的菜之類的 就是我們很多 就是菜色它其實比較偏向就是西餐義大利麵 對 我們就是希望可以讓來的客人不要有壓力 就覺得說我今天來吃健康餐 客人可以來到吃完之後才發現 喔沒有我這一場是吃健康餐 就是他沒有意識到可以在吃健康餐 就覺得喔好好吃喔 但出來發現喔我好健康 對 我們是希望呈現這種感覺 為什麼會想要用超級食材 對 如果說以正常就是 大家想像中就是聚能飲食嘛 那是不是就是要吃非常大量的蔬菜 或是大量的某一樣食材 可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愛吃肉的 所以你叫我吃那種一大盤菜 我就覺得有點累喔 很痛苦喔 對 可是如果說當有一樣食材 它某一樣營養素是 其他食材的熬起座的時候 不可能只要吃物分的食材 就可以取代那些營養素 所以就是我們那個當初也是想說 那與其醬度把這個理念跟這個想法 就分享給我們做 你不用想要那麼多的東西 可是你可以攝取到一整間所需要的營養素 對 那今天Candy推薦我們什麼餐點呢 呃我們這邊的話總共有四樣菜 那我們這個菜的話 我們把我們就是 所有的主題商品都融在這個四樣菜裡 那就是我們第一個的話是我們的漢堡 嗯 那我們漢堡的話 不要是我們的漢堡牌 我們是用就是這幾年剛流行 beyond me 未來漢堡 也可以說它是植物漢堡 嗯 對它本身的話 的材料都 肉 對都不是肉 那它只是做得非常像肉 而且它對環境啊 就是比較友善的食材 嗯 它超級實在天貝 天貝是什麼 天貝它就是 它是它是黃豆 黃豆 對對對 就我們很常有客人就是點了之後說 欸我剛才有點那個干貝 結果我說不是干貝 它是素食者補充蛋白質非常好多的食材 嗯 再來的話這個要介紹給我們家的 雞胸 它不就是一般的雞胸嗎 沒有就是我們的雞胸跟就是 大家常吃的健康餐盒的雞胸主菜一樣是 嗯 我們是用研製的手法去浸泡肌肉 然後去破壞它肌肉本身的肌肉腥膜 然後讓它可以吸收到水分 所以它跟蘇肥的原理不一樣嗎 嗯 不太一樣 蘇肥的話它是用溫度去控制肉本身 然後讓它慢慢熟化 哦 對它可以不用再 像我們用烤肉那種感覺 高溫 對因為雞胸肉它本身就是 沒什麼油脂的食材 所以說它很不 它很耐高溫 只要高溫一下就會變成 哦 對所以我們就是要想一些方法 然後可以保持一些水分 對對對 哦 這是我們的 牛肝甜燉穿 我們是用腰部拿去取代的 然後給它可以試試看 也是跟一般的燉穿 吃起來有什麼差別 所以如果沒有差別的話 我就想放上去 哈哈哈哈哈哈 對 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 Kenny平常都做什麼菜 還上什麼課的話 可以追蹤一下Kenny的IG 可以看到更多的資訊 好那我們就謝謝Kenny 那我們就進入試吃階段 首先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 因為剛剛Kenny是說它上面特製堅摩蛋 然後它裡面包的是天貝 就是天貝就是 他剛剛有講的就是一個寶豆類的東西 像這個寶貝 嗯 欸真的有那個 咖哩的味道 然後 有干貝的感覺嗎 沒有干貝的感覺 它不是干貝 可是它應該吃起來有點像 干貝 我覺得有像酥餅 有像酥餅 有像酥餅的感覺 真的蠻像酥餅的 可是它比酥餅健康很弱 對對對 它不是咖哩 然後我們來吃一口那個 那個醬 我覺得醬吃起來 就是那個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堅果奶的味道 就是它吃起來不是奶油的味道 那會比較滑膩嗎 會 因為它不是那種 就是奶油會有一種很厚的感覺 然後它就感覺就是清淡的感覺 好啦我特製一個麵包 好好吃喔 告訴大家現在是小事點 你現在是什麼 就是話劇攝影 我都吃完早上捲多些 下一個呢是 牛肝菌 燉飯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中間那個是 溫泉蛋 然後旁邊是用堅果奶才去抽 那我就要把蛋黃抽包喔 哇喔 它擠出發 它沒有流出來 它不會讓牛包 然後再吃吃看 聽你說如果它吃起來跟一般燉飯差不多 它就很好 我覺得有點不一樣欸 我意思是 它吃起來不會是 不是奶油的味道 它不會就是很容易膩的感覺 就跟剛剛那個醬一樣 就是它是 因為它是堅果奶醋 所以它有一點堅果香味 可是它不會 吃起來很像 就不然怎麼會這樣 但是有時候你想要出去吃奶油的燉飯 吃到後來 但吃板牌就很剩下 所以你覺得很膩 然後你覺得很膩 或是可以這樣 但是這個不會 因為是 會覺得它是 比較清淡的感覺 所以是更清方版的燉飯 對 然後又有堅果奶的風味 對 對 對 反正它不會是那種 其實我不太喜歡吃堅果 所以它不會讓我吃到一顆一顆的東西 我覺得很棒 呵呵呵 呵呵 這種是 欸 他們家有名的就是這個雞胸肉 那 雞胸肉呢 剛剛天爺的解釋就是用點下去 鹽漬 讓它就是 鮮味啊 不會那麼的 欸 不會那麼的 緊 讓你的口感是比較 有那種 鮮美啊 然後有汗水的感覺 好 我們試試看 這是不是真的 呵呵呵 咬下去會有吃很小的感覺 可是 嗯 我自己覺得吃起來有 乳酪的感覺 就是 它不會像一般雞胸肉很 很乾 或者是 它很硬 然後鮮味很粗 然後讓你不想要再吃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這蠻特別的 就是跟我 之前吃的呢 一般的雞胸肉不太一樣 因為說實話 其實我平常自己去超吃的 我不太喜歡吃雞胸肉 嗯 那我們進下一個 是 很酷的那個 未來漢堡 就是欸 就他們這裡啊 如果你是不喜歡吃太多澱粉的人 你也可以把上下漢堡病患的人生菜 這樣子 切一塊 未來肉來試試看 其實我還沒吃過未來肉 因為我每次切 我都很排斥 就覺得 這鹽頭蠻紅的 欸好口喔它 它吃起來很像真的肉耶 就是那個素肉味道不會很重 就是幾乎不太有 但是 它的那個 口感 模擬真的肉 真的蠻香的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好像 我就吃就知道是素肉這樣子 但是它吃起來真的是 我覺得蠻特別的 不會像 一般你吃那種素食材 就是那種 夾夾的那種肉的感覺 因為它是用大豆之類的做成 就是跟傳統的素肉不一樣 嗯 傳統的素肉是很多種香 嗯 這個 蠻不一樣的 嗯 這樣比較起來的話 營養素它的蛋白質 它的量也會比較高 嗯嗯嗯 而且就是如果你是吃素的人的話 就是你可能不能吃 嗯 就好像那些可以吃一下 真的嗎 好 好 你看 你看 旁邊這裡啊就是 還有放一些就是 好串 然後這個也就是天輩 天尼秋天我們很棒的四個 餐點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一起來 天然火房這邊 試試看 那我們這次呢 然後會在 IG還有臉書上做抽獎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試試看他們家的傳點的話 記得到IG跟臉書抽獎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隨便訂閱我一波 記得開啟小鈴鐺通知 這樣子你就能收到我最及時的更新資訊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那你可以形容一下的甜蜜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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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